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环球十年旅行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非洲东部的坦上尼亚 我们这些天已经连续在这个国家跑了好几个城市了 有海滨城市巴格莫亚 还有他们这个国家的首都多多马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是他们这个国家去观看 野生动物的一个旅游城市阿鲁沙 我们之所以来到阿鲁沙这座城市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请的这个向导翻译李虎 他以前就是在这座城市工作的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有一个当地人带领我们去游玩 包括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小宾馆也是李虎帮我们找的 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实惠一些 当地货币只需要15000块钱 这个人民币的话就是45块钱 我个人觉得环境还不错 房间也挺大的 里面还有桌子凳子独立卫生间什么都可以 还有一个干净又卫生的小院子 在非洲45块钱能住到这样的环境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超值的 这就是有熟悉的当地人带领的好处 另外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一点 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小宾馆在他们当地的一个城中村里面 推开宾馆的大门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地人的市井生活 其中李虎告诉我 他们这里还有一家卖猪肉的餐厅 那我们今天就去他们这个猪肉餐厅里面 尝一尝他们这里的猪肉是怎么个味道 今天有请这个大姐给我们做一个非洲的猪肉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非洲的猪肉 好像说是猪肉炒什么胡萝卜炒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做 这就是他们厨房 它其实是一个小餐厅 小餐厅的厨房 这是猪肉 这还有一个小炉子 这里面烧的是炭 这边点的是煤气 刚开始我到这边的时候 以为我们到那个炸鸡学校 他们没有用那个大刀 后面看每家每户都是用小刀在搞菜 它其实市场上是有卖这个大的刀的 只不过比较贵 比较贵水 当地人一般都没有用那个大刀 全是这么小的刀 它的猪肉应该是先煮过了 大家看这个应该是先煮过的 这个是猪排什么的一起 一起搞在一起的 它是一万二一公斤 当地货币煮这个猪肉 它应该是要和这些菜一起煮吧 这大姐还劈了一个厚厚的毛毯 看着它觉得冷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冷 有点类似那种油炸的感觉 洋葱 下哪个洋葱在里面 还有青菜 汤的青菜好像都挺老的 和他们一下 他能搬到一封 就是我 都能搬到一封 再吃一封 就会不会 这儿呢 比如呀 那儿呢 我们 这个 是 我们 边 把点青椒在里面 青菜 青菜一看就是很原生态 这是被虫吃的 西红柿 来看看这个非洲的香蕉 就是饭椒 这个就是菜 就是饭 主食 这个是主食 奥德标拉的香蕉 就是拉的这种香蕉 并不是水果椒 再看这个这个椒的话 很深很深那种 好像说品种也不太一样 直接油炸了 没有吃到这个颜色 就这种颜色 很深入到这个颜色 吃着净净 就说了 大约 就要吃到这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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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做到这个颜色 鸡蛋 鸡蛋 我沒懂你什麼意思 你在跟他用斯瓦西里語說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你在跟他說什麼 你說我很帥是吧 可以可以 還沒幹什麼 我聽不懂 是不是 要吃一點 我記得你怎麼會這樣 皮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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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辣椒 這個辣椒很辣的 要辣椒好吃 这个打的应该是煮了肉的汤 煮了猪肉汤 煮了油炸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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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白 水炸香蕉 煮了油炸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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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都要放在家族 我不是說 我先喝酒 我們把酒喝了 我洗了 你 給我激烈 我已經吃了 你在喝酒 我放夠了 你只需要放二杯 不在喝酒 太多了 你真的瘋了 你不選人 这个锅里就是在煮五干粒的粉 往里面一加 一搅就行了 好了 熟了 这个熟了 这就是猪肉了 一公斤猪肉煮出来的 他把西红柿那些什么都已经融掉了 最后这个青菜看着还有一点点 其他全都已经做成浆糊了 主食就是五干粒还有香蕉 可以了可以上菜了 这就是大姐给我们做的午饭 我们现在吃的是午饭 好 开吃开吃 我们去外面桌子上等着了 老师姐开吃饭了 坐外面吧 还是坐里面 坐外面 外面这里亮堂一点 这是个酒吧间饭店 老师姐已经喝到奇力马达罗了 老师姐 我知道怎么吃到这个五干粒 你知道吗 这个五干粒 我吃过好几回了 五干粒是吧 加一点 加一点菜 不是 我加一点菜 更好吃 还要捏两点 捏一点 我吃这个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样吗 看着 猪肉有油炸炸干了 怎么进入这个猪肉的味道 就是已经吃不出味道了是不是 对 你感觉吃不出来是猪肉了 因为 它油炸得很干了 很干很干了 不像我们中餐那个炒的猪肉 老师姐 好吗 好吗 这个人生费 这光光了 不错不错 战斗力还行 做黄瓜 我吃了几片 以后一片没吃这家伙